一位清廉无比的官员告老还乡,为了在乡亲面前保持体面,他装了十几箱砖头,佯装是丰厚的赏赐,然而,这一幕恰巧被皇帝得知,出人意料的是,皇帝静下旨,将这些砖头全部换成真金,为何一位清官会用砖头冲作脸面,皇帝又为何如此大方,将虚假的面子变为真实的财富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孙家干出生于康熙23年,1684年的山西兴县,家境贫寒,孙家世代经商,但生意从未能够丰衣足食,小时候的孙家干。 天资聪颖,却时常担忧家里的经济状况,心中渴望有一天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处境,那个年代,唯有通过科举考试,平民百姓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,于是从小,孙家干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读书学习之中, 他刻苦钻研儒家经典,不分昼夜的汲取知识,为自己将来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奠定基础。 终于在31岁时,孙家干如愿中了进士,成为了一名济世良才,即便在仕途初期,孙家干也不忘自己的初心,他步入仕途后,并未像其他人一样追逐权势和名利。 而是在朝为官期间,始终秉持着勇于直言,正直不阿的品格,正是凭借这种正直无私的作风,孙家干逐渐赢得了三朝皇帝的赏识,登上仕途后,孙家干的处世哲学就一直是忠君爱国,正大光明。 即使在当时专制的社会背景下,他也从未畏惧权贵,而是大胆地向朝廷上书,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,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雍正帝即位后,孙家干曾经直言觐见,向雍正提出了三条建议,第一,亲骨肉,第二,听捐纳,第三,把吸兵,这三条建议无疑都触及了雍正帝的逆领。 让这位性情古怪的皇帝怒火中烧,差点将孙家干置于死地,不过,姓德诸氏等大臣及时力宝,称赞孙家干虽是狂妄之徒,却也不失为有胆识之人,雍正听闻后,终于恍然大悟,没有对这位敢于直言觐见的清官加以惩罚,反而将他提拔为国子剑私业,此后,在雍正乃至乾隆的统治期间, 孙家干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,先后担任了国子剑祭酒,顺天福尹,公布侍郎等重要职务,无论身居何位,他都勤勉尽责,敢于直言,从不阿谀奉承,这种品行和操守,让孙家干在朝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 尽管身居高位,但孙家干从未忘记自己曾经的贫寒出身,他时刻关注着民间疾苦,竭尽全力为百姓伸张正义,让他成为真正的民间瑰宝,一次,在批阅案卷时,孙家干发现了一起蹊跷的案件,原来,一名年轻人被诬陷成邪教头子,遭到殴打,无辜百姓也难逃牵连。 孙家干文讯后,立即亲自下到现场调查,终于查清了事实真相,为年轻人招雪冤案,此外,朝廷曾经颁布过一项酿酒禁令,让广大民众备受其苦,孙家干深知,这种禁令只会加重百姓的生活负担,于是他主动向朝廷臣请,最终促使这一禁令被免除,这一事件,不仅让孙家干在民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,也进一步彰显了他关注民众利益的围观作风,在任各地巡抚期间, 孙家干严格执法,从未冤枉一人,即便是在河南一起棘手的诬告案中,朝廷派遣多名官员调查无果,最终还是指得请示孙家干,他迅速查出那位事实真相,为受冤者伸张了正义,可以说,孙家干是一位真正与民同在的清官,即使身居高位,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源,始终保持着对民众的关爱之心,正是这种质朴的品德和对民的关怀, 让他成为民间的瑰宝,广受民众的爱戴,不仅品德高洁,孙家干其实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奇才,从入世之初,他就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胆略,这让三朝皇帝对他刮目相看,在康熙时期,孙家干多次直言近见,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, 这种勇气和决心,自然赢得了康熙皇帝的钦佩,而到了雍正朝,孙家干更是因为一番谏言,险些遭到严惩,幸得诸事利宝,称他是动良之才,随后,孙家干试图一路高升,担任了国子建司业,顺天府寅等重要职务,在任上,他处理政务游刃有余,赢得了朝野一致的赞誉,乾隆即位后,孙家干更是被重用为刑部尚书,礼部尚书,直立总督等要职, 这些年里,他一路青云直上,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非凡才能,但即便功成名就,孙家干依旧保持着谦逊做人,勤勉工作的作风,也正是这种气节和品行,让他在三朝皇帝眼中成为可贵的动良之才,到了六十四岁,孙家干最终选择了退休归隐,尽管乾隆皇帝万分不舍,但孙家干的决心已定,他是要远离权力和名利的纷扰,过上自己想要的隐翼生活,离开京城后, 孙家干将家中大宅改造为私塾,亲自担任教师,惠人不倦,同时,他也将所有积蓄投入到各种善事中,造福乡里百姓,这种清贫淡薄,但有情有义的生活,让孙家干成为一位真正的隐世风范,临终前,孙家干常常对学生们说,名利是虚无缥缈的梦,唯有反仆归真,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,我们这一生才不虚度,这些朴实睿智的真言,成为他一生的最好写照, 数十年如一日,孙家干用自己的生活演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君子风范,即便退休后生活清贫简朴,但孙家干始终未被上天遗忘,最终,一件怪事将他的高洁品德呈现在乾隆皇帝面前, 并获得了极高的赏赐,退休那年,孙家干携家眷离京返乡,搬家时竟装了十几箱砖头冲作门面,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少非议,有人猜忌他是否贪污受贿,才要如此伪装自己,消息很快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中, 乾隆对这位曾经的老臣十分重视,决定亲自查明真相,经过仔细调查,乾隆才之孙家干一生清白无暇,那些砖头只是为了省去路费而自作主张,乾隆大为欣喜,对孙家干的操守大为赞赏, 在皇家档案中乾隆写道,孙家干品儿自持,清白可封,朝中少有如此人才,实乃可嘉,为了褒奖孙家干毕生的连接操守,乾隆下令将那些砖头全部换成白银和黄金,曾几何时,孙家干只剩下一些砖头作为家当,如今这些砖头竟变成了金银珠宝, 这都要归功于孙家干自始至终对道德操守的坚持,和对清白的执着乾隆皇帝的这番赏赐,不仅是对个人的肯定,更是对他一生高尚品德的推崇,正如古人所言,天之所赐,人之所克,孙家干克勤克解,勇于认识,最终赢得了皇家的褒奖,实至名归,这位伟大的清官。 用自己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节操和操守,孙家干的一生,充满了传奇,从贫寒出身到仕途显赫,再到隐医归去,他一路上,凭借着自己的正直和勇气,赢得了三朝皇帝的赏识,即便在灯红酒绿的权利殿堂,他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心灵,不为名利所获,最终选择了反仆归真的生活。 正是这样一位清官的出现,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君子风范,什么才是值得一生追求的东西。 乾隆三年九月,直立总督李魏弹和河道总督朱枣贪污,孙家干前去核查。 朱枣听闻后,连忙送钱给孙家干疏通关系,不料孙家干压根不见朱枣,直接查案,最终证实李魏所言属实,朱枣被下语问罪,后来李魏去世,乾隆任命孙家干为直立总督, 在直立期间,孙家干除了治理河道,镇纪灾民外,还清理了冤狱,孙家干断案如神,不仅不收受贿赂,而且喜欢亲自到现场采集证据,以李夫人,举三个例子。 有一次,有个性计的百姓在吃饭的时候,不小心把红豆汁洒在衣服上,和血色非常接近,正巧村子里出了一场人命案,捕快为了立功。 应说纪某就是凶手,纪某忍受不住酷刑,被驱打成招,孙家干后来重新审理此案,不仅还纪某清白,还抓住了元凶,等孙家干离开的时候,百姓们十里相送,称他为包公在世,直立有个叫王仔的秀才。 为了谋取邻居家的财产,投靠了乾隆帝的七叔允幼门下,邻居听闻孙家干不为权贵,便告到孙家干那里,孙家干直接找到允幼。 请允幼把人交出来,否则就揍爆乾隆,允幼也怕孙家干,只得交人,直立有个叫焦涛的人,和知府有下戏,俗话说,破家的县令,灭门的福尹,知府后来找机会诬陷焦涛串通白连教,聚众谋反,将焦涛驱打成招,并诛连焦涛的亲戚。 族人上百人,按照规定,这样的大案必须要经过总督的审查,孙家干查阅案卷,决定重审,最终发现破绽,不仅帮焦涛喜庆冤枉,还救了数百名无辜者。 张在说,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孙家干清正廉洁,为百姓清理冤狱,本质上就是为生民立命。 他是一个道德高尚,且使命感极强之人,值得后人敬佩,孙家干从不攀附权贵,雍正后妻,鄂尔泰和张廷玉分班左右,在朝中有分庭抗礼之事,但孙家干不仅不巴结,反而多次上走弹劾二人。 因此和恶,张二人都不和,孙家干在担任公布侍郎期间,兼任一段时间的河东严正,当时有人诬陷孙家干贪污,雍正帝将奏折拿给鄂尔泰看,鄂尔泰说,孙家干性或偏执,若操守,臣敢以白口保之。 鄂尔泰的意思是说,孙家干虽然有点偏执,但若论操守。 我还是敢给他打包票的,后来雍正派人调查,孙家干果然清清白白,可见,鄂尔泰虽然和孙家干有下戏,但只是证件不同,并不针对孙家干的人品,认为,一个人能让对手佩服自己的人品,那这个人就已经很伟大了。 前龙十五年,前龙帝对张庭玉日渐不满,张庭玉告老还乡后,前龙右下旨追缴朝廷玉次之物,这个时候,没有人敢替张庭玉说话,唯有孙家干例外,实在。 大学士鄂尔泰,张庭玉,乃皇考检用大员,朕所以任,自当私所以保全之,而无知之徒,妄行推测。 如满人,则思依附厄尔泰,汉人则思依附张庭玉,不读威莫之缘,即上世中一所不免,即如礼为身后,无一人,奏入贤良词者,唯孙家干与厄尔泰,张庭玉不合,故陈奏尔,这段话很长,大致意思是,厄尔泰和张庭玉当权的时候,所有人都依附他们,只有孙家干此前和厄尔泰,张庭玉不合,现在他们俩失事了,大家竟然没有一人奏请,将二人入贤良词, 还是孙家干主动奏请,将厄,张二人入贤贤良词,由此可见,孙家干虽然和张庭玉,厄尔泰不合,但他为人正直,并没有私心。 王福之在《张子正蒙著》说,不宜几次类天下,孙家干这样的人,值得后世敬佩,乾隆十二年,孙家干六十五岁的孙家干,告老还乡,几次挽留都未成功,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个带砖头回家的故事,就发生在这个时候,不过,两年后,孙家干被乾隆召回 京城,而后担任汉林院长院学士,乾隆十七年,七十岁的孙家干,再次被重用,担任立部尚书,携办大学士,第二年,孙家干在京去世,享年七十一岁,乾隆第四十号文定,词汇爱民曰文,纯行安民曰定,文定二字,再适合孙家干不过,在笔者看来,孙家干在康熙朝高中近视,敢于向雍正帝建言, 在乾隆朝,更是鞠躬尽瘁,他四十年的仕途生涯,硕过累累,可以用能力来形容之,笔者认为,孙家干在能力出众的同时,最让人钦佩的是他的品格,他耿直,廉洁,不谄媚,无私心,堪称一代名臣,李书童有一句名言,内部七级,外部七人,抛开孙家干身上的封建标签,他大公无私,为民奔走, 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,是乃是后世事大幅的楷模